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旅游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是当下人都在追逐的事情 诗和远方光是听着就给人无限遐想,让人身心都感受到舒适 如今人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出去旅游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在我们中国的尽头有一处非常著名的景点叫做天涯海角,位于海南三亚 而在世界上同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山峰叫做罗赖马山,位于巴西,被人们称为世界尽头 它不仅拥有月球表面的地貌,还有一个超级大的瀑布 罗赖马山是巴西、委内瑞拉和归亚纳三国的交界处,海拔2810米 远远看去,罗赖马山的表面像极了月球的表面,山路特别崎岖,人们走上去颇为吃力 汗水交加间,恍惚中像是行走在月球 山顶的风景独好,而且地势也比较平坦,对陡峭,但却不至于恐高 山顶是呈长方形的,往山下看,到处都是云海 站在山顶观景的人似乎能腾云驾雾一般,飘飘欲仙 罗赖马山最壮观的景色是天堂瀑布 瀑布从2000多米的高空留下,水花在山间唱歌如珍珠一般落入谷底 比银河还要美上十分 很多人觉得奇怪,罗赖马山的地理位置并不在世界的尽头 但是为什么人们称其为世界的尽头呢? 其实,大家是被这座山的意境所迷惑 人们都渴望避得一处桃花园来放松自己的身心 而罗赖马山就是这样一处佳境 太阳下,十英时闪闪发光的 山顶云海不断翻滚着 从天而降的瀑布就像是山峰的腰带 人们行走在其中就像是行走在仙界一般 美得不可放物 世界的尽头其实就是人们渴望美好的叙头 这样一个奇特的山峰 这样的一个绝美的瀑布 你有没有心动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